既然赞助奖学金的领总来了,我有句话,不知当奖不当奖。 哼,这位同学有话尽管说。 领总设立的奖学金,是奖励江大优秀的学生。 我觉得,一个人优秀,不只是学习方面,还包括品行,对吧? 嗯,当然。 周婷拿出手机,打开论坛的一个帖子给众人看。 前几天,有人看到苏西放学后,上了一辆豪车。 苏西家挺普通,恐怕买不起这样的车。 他去做什么,我想大家都能想得到吧。 这样的学生,也算得上优秀吗? 周婷,当着林总,你说这些干嘛? 哼,我想要领总知道,自己赞助的奖学金,都发给了什么人,花得,到底冤不冤呢? 院长的脸色已经沉下来,他拿过手机看了看,这是很多天以前的帖子了。 里面只有几张模糊的照片,苏西跟一个看不清脸的中年男人上了一辆奔驰S600。 苏西,你怎么解释? 你是谁?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? 什么年代了,名校的学生还会拿这种捕风捉影的事,来诬陷一个人的名声。 有照片? 林总,你怎么能说是捕风捉影呢? 你在照片里看到了什么? 我现在帮他说话,你是不是也要说我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? 苏西的眼皮秃得一跳,突然庆幸灵九泽没认出他来,才会把这句话说得这么理直气壮。